可乐 来摸一下 听不听话 饿了没有 帮你拿一下脖子 舒服吧 它听话了 这狗子一看就没少熬夜 黑眼圈这么严重 可乐 你是不是经常熬夜打游戏 黑眼圈那么严重 我回去给你拿吃的 先给他们一点水 喝水了 来 先坐好 坐好 先坐好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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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坐下 听话 先喝点水 这么渴吗 还加点猪油汤 刚倒那么多水都喝完了 这么能喝水啊 准备开饭了 乖不乖 先坐好 对了真乖 先坐好 坐下 听不懂 听不懂研话是吧 坐下 先坐下 看到没有 香喷喷的 先坐下 他不瞅我 看他这个眼神 看他这个眼神好像有点鄙视眼 坐下 坐下 哎 对了 真乖 来了 吃吧 这家伙不怎么喜欢吃狗粮 家里有好袋一袋 他都不吃 这一大袋狗粮 也是他之前的主人买的 全部都送给我了 有好袋一袋 他不怎么喜欢吃这个狗粮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喜欢吃饭 外面有一个南洋 我没有带在这里 看我搬 他都一不带着温度 来自网友们大家好 我家里面又多了一条狗 这是南宁的一个老表送给我的 因为他做生意太忙了 实在没有时间去照顾 所以就送给我了 有人跟他花一个W跟他卖 他都不卖 但是他送给我了 我是不是捡到饱了 已经11个月了 大家说还能不能把它养熟 太大了 我感觉养不熟 平时叫他他都不怎么听话 我也是第一次养这种宠物狗 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养熟 毕竟这么大了 吃完了 吃的满地都是 可乐 他叫可乐 这是他原来的主人给他取的名字 吃饱了吃吧 这是一只什么宠物狗 有没有养狗的大师 帮我看一下这条宠物狗 挺像怎么样 我感觉挺好看的 是不是真的捡到饱了 带他去上一下车所 来 走了 来去那边 走 怎么感觉跟放牛一样呢 这里才是厕所 以后就来这里上厕所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视频 这边就是厕所了 以后就到这里来上厕所 懂了没有 哦 今天已经是他到家的第二天了 他很开心了 他之前的主人没时间跟他玩 他的主人也是怕他得意义重了 所以就把他送颜了 实在没时间养 回去了 怕羊很晒 来这边 回来就马上喝水 好吧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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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